有一位信仲他去问禅师 我天生的性情很暴躁 我不知道怎么样来改正 这位禅师说 请你把你天生暴躁的脾气拿出来 我来帮你改正 信仲说不行啊禅师 我现在没有 但一碰到事情 我那天生的暴躁脾气就开始发生了 然后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 禅师说 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之下 你的脾气暴躁 并不是一直暴躁 说明你不是天生的暴躁脾气 而是在与人争执 自己造成的 你为什么要把它说成是天生的呢 你为什么把要这个过错推给父母亲呢 这不公平呢 所以学佛人最怕的就是用任何借口 往往用了任何借口来让自己有一个懈怠的机会 这就是你放弃学佛的前兆 所以要想学佛成功 就不要给自己任何的借口 也不要给自己任何软弱的机会 你这样才能勇往之前 你这样才能勇往之前 学佛永不退转 生命是一场马拉松的比赛 比耐心 比毅力 比恒心 我们要自我归依 自我完善 人格 要去除 心灵的污浊 混乱 烦恼 忧愁和 丑恶 我们要让心地 善良 要让心地 纯洁 我们心胸要开阔 我们要将有限的生命 投入到 无限的心灵世界当中去 绝不陷入 在人间的虚无乏味 永无宁日的 人世间的争斗之中 和世俗的 纷争 恶与我诈之中 所以这样 你很快 就会耗空 你的生命 我们活着的意义 就是要觉悟 我们活着的目的 就是要解脱 我们不去想烦恼 烦恼 就会离我们而去 我们不去听烦恼 去看烦恼 烦恼 就会离开我们 你就永远没有烦恼 相信自己是一个未来的佛 会改掉自己的习气 当自己是一个菩萨 这么样在人间去做人 你一定不敢做坏事 你每天要想着成佛 学佛 你就会勇往直前的修善业 常帮助人的人 就是慈悲 就是帮助我们自己 在马来西亚 有一个第二大的富豪 他的名字叫 安南达克里斯兰 他拥有81亿美元的身价 他的一个儿子 独子 十八年前 放弃了一切城市的虚滑 和荣华富贵 顿路空门 他在泰国森林里引修 他的法号叫 阿江斯里帆洛 自从这个阿江斯里帆洛 顿路空门 被媒体知道 是大马第二不好的 独生子后 网络上 红把影片 点几率飙升 他为了寻找人生的真谛 放弃家业 追随佛法 成为一个出家人 他的母亲是个泰国人 英国留学 他曾经从事新闻工作 这个阿江斯里帆洛 他现在出家之时 只有二十多岁 一个现代版的 释迦摩尼佛的故事 释迦财万贯 如佛云 追熟救度众生 这就是我们学佛人的榜样 这就是视人间为虚无 我们的心中 才能找到真实的自我 你要想拥有财富 你是要永远拥有在心中的精神财富 想要拥有真正的自由 你只有从内心开始修正自己 知足之后 得到的是拥有 拥有只会在精神上得到 而永远不会在物质和物欲上得到 所以我们要拥有一颗慈悲善良 无私的心 我们就拥有了一切 就如我们经常说 舍弃的烦恼 你才会拥有幸福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